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站到一号位置的鸡律姑娘会是谁 掌声有请 哈喽大家好 我叫杨美 我来自鸡律四瓶 今年27岁 我的爱情宣言是 我能诗情画意 我也能陪你回家种地 谢谢大家 你会种地是吗 就是每次村种或者秋收的时候 会回家帮父母分担一些 你家地有多少啊 三上四 三十四亩 那三上四你要跟着参与种的话 得种多长时间呢 也就是一个星期左右 人家三上地就种一个星期左右 人家七亩地得种半个月呢 现在来说是机器化快一些 老高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呢 关键是人家是机器化 我是人工化 纯人力的啊 绝对的纯人力 嗯对对好啊 两个姑娘两种感觉 好 接下来有请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三位小伙 这位小伙说了 在学校的时候 他追的都是笑话 今天到这个舞台上 必须追台话 来掌声有请小伙 全程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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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为年儿 就是吧 那么有梦 交换都将 心中惯慌 好情乱张 中的一段下 大家好 我叫江钦元 今年二十四岁 我的爱情学员是 那颗一生 找对象有点挑 只为台花而来 好 来看一下场上16个姑娘 对谁感觉最好 选一中人 来看一下小伙第一个短片 我是有野心的 er 却是文贵的 广州 companies 尽快 有 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请记住我的名字 我叫姜茜茜 你好 谢小婷 你好 小伙儿 我想问一下您 您小的时候梦想是放猪 长大了 是想做烤冷面 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因为这两个 这两个事情 让我觉得挺不理解的 您能解释一下吗 小千就是俺家养猪嘛 然后我觉得放猪就挺好 无忧无虑 无忧逍遥 到高中之后就是 我买烤冷面 我经常吃烤冷面 然后卖烤冷面那个姨 我看他用的手机是iPhone 5S 当时是最新款 我一看我问那个姨 我说姨你这个手机 是真的还是假的 他说是真的 我一下子就触动了 就卖烤冷面太挣钱了 然后我就一直想 在网吧门口摆摊卖烤冷面 这就是我意思的一个梦想 你的梦想总是那么特别 我总觉得你多亏有这样一个爸爸 他提升了你的人生整个的格局 对对对对 回家一定要对爸爸说声谢谢 他养猪是因为 他觉得养猪无忧无虑 小的时候我还能理解 后来烤冷面是因为烤冷面 那大姨拿的是苹果手机 你觉得这有未来 那你要知道你要做一个大夫 那是无论是从你的事业的发展 你的人生的规划 你所有所有的 那是超越一切的 对不对 你的价值 你对这个社会的奉献 那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说你刚才王哥说的是对的 回家多谢谢爸爸 人生这个路上 这个爸爸这一指道是不一样的 二号 二号老高 小伙你好 美女你好 刚才那个燕姐介绍你说 你来找那个全城热恋上的台华是吗 嗯 我觉得我就是咱们这个台上的台华 你是不是奔我来的 是是 你要 真是 你留灯就行 他一说老高是台华 老高都一在那了 老高自己都没有想到 会有这样的一个 啊老高 我这没 我这没想 没想到我 我呀 我本来试探性的问问 那你觉得我是 你是 哎呀 就是卡住了呢 啊 卡那了 老高你觉得你是台华吗 你自己感觉 我觉得我就是全城热恋上最美的台华 你再说一遍是什么花 往这儿瞅 往这儿瞅 这才是西位 你哪来的自信就说你是台华 要说台华这个我肯定不服 我就是台华 我就不管是我们村的村华 我那我们年级的那个就属于斑华 是不是 我觉得这个台上嘛 就这个台华我也 无愧啊 我认为我是这个台上的灯花 我为啥这么说呢 因为我经常给小伙爆灯 我是美丽的花仙子 我是美丽的花 我是一朵花呢 我知道我看你挺有意思的 看我挺有意思的 我是不是你要找的那个花呢 哎呀呀呀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谢谢 谢谢 谢谢